陈冠希上海出席活动 被疑似警察带走香港媒体报道,男星陈冠希昨天在上海参加品牌活动时,才刚刚上台就被一名男子推走,现场直播也随之停止。有现场目击者说,该男子用上海话大喊,走!带了跑!疑似当地警察。 目前网络传闻陈冠希被带走的理由,可能是外籍人士未经许可便从事演出。 不过陈冠希国际粉丝联盟已经在微博发文,表示陈冠希后来平安离开,请大家不要担心李敖作词《忘了我是谁》传唱30年。 情歌背后故事太惊人快智人口的民歌《忘了我是谁》传唱至今30年,许多人可能知道作词者正是李敖,却不明白歌词背后隐藏的真实故事。 《忘了我是谁》歌词浅显易懂,读来却情争一切,仿佛是正在思念着谁,不看你的眼,不看你的美,看了心里都是你,忘了我是谁。 背后真实的故事,是当年李敖写下这段歌词时正在监狱里,由于每天拜托管理员帮他拿报纸,管理员要求李敖为他写点东西作为回报,李敖便写下了《忘了我是谁》。 之后辗转被捕上了曲,由当年只有16岁的北义女学生王海玲唱红,收录在1980年发行的《金运奖》。 6、专辑中,从此摇身一变,成为民歌中浪漫情歌代表作之一曾和李敖在康熙斗嘴。 小S说话了李敖83岁脑癌病逝,她生前上中天康熙来了和主持人小S及蔡康永的游趣互动令人印象深刻,她当年是康熙来了的首级特别嘉宾,她和小S一来一往的幽默互动令观众印象深刻。 后来小S开玩笑说李敖暗恋大S婆婆张兰,惹怒李敖,提告小S,2013年她第二次上康熙,双方也在节目上大和解。 2013年于人杰传出李敖乌龙死讯,小S当时在节目上开玩笑制作人说她要上节目来澄清死讯,我说什么,原来她没死。 害我空荒喜一场,李敖也幽默接话我没想到你恨我恨成这样,蔡康永还爆料,说小S说李敖上节目还戴着墨镜,看不出来在想什么,没想到李敖回想你啊,当场让小S忍不住翻白眼,笑骂李敖老不休,双方唇枪舌剑,相当逗趣。 当时的李敖已年近80岁,不过气色精神都相当好,他透露养生秘诀是不吃晚餐,孩子豪跳骑马舞也不成问题,没想到他去年被诊断出离患脑癌,同年5月因放射性治疗进出家户病房,今传出已安详离世。 但是,小S透过经纪人表示人终究都会有这一天,但至少他的思想会永存人间,一路好走。 李敖生前多次夸赞墨文魏,曾语出惊人,欣赏他放浪行海李敖欣赏美女,生前曾多次夸赞墨文魏性感,并精通多国语言,是他的梦中情人款。 两人多年来也维持君子之交,墨文魏父亲出书曾送李敖当作纪念。 12年前,墨文魏受邀为李敖新节目站台,主动献上拥抱。 李敖也曾说墨文魏送过他裸照,更语出惊人说,我欣赏他的裸照,也欣赏放浪行海。 该凡言论一度也引来网友的热议。不过他的书房里确实曾有段时间一直挂着墨文魏的半裸海报,直到书房整修才摘下。 但其实那张是墨文魏测堂的写真照,他曾在受访时交称笑李敖大师形容太夸张。 四年前,墨文魏为台北小剧丹演唱会举办记者会,李敖也特地站台,双方矫情异于言表。 不过对于李敖过世,索尼音乐表示还在联络墨文魏,暂时无法回应李敖一声多情。 和胡音梦短命婚轰动全台李敖一声多情,他谈过七段恋爱,有过二段婚姻,第一任妻子室友台湾第一美人称好的胡音梦,当年44岁的李敖对26岁的胡音梦一见钟情。 为了追求胡音梦,李敖还告诉当时的现任女友刘慧云,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,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千的,所以你只能避一下,并拿出120万当分手费,终于如愿报的美人归。 而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羡煞众人,却只维持了短短115天便告终,李敖在和胡音梦离婚时发表了一篇声明,表示会分开措权在他,但有一说指胡音梦当年原是炙手可热的电影《红星》,婚后却遭受冷落,幸运大不如前,偏偏李敖又不支持他,让胡音梦很没安全感。 后来李敖和好友肖梦能的财产侵占官司,更是压垮两人婚姻的最后一根。 稻草,因胡音梦出庭作证,导致李敖入狱半年,两人也彻底反目。 离婚后他曾在媒体前吵弄胡音梦,说有次无意见推开厕所门,却撞见因为便密憋得满脸捅红的胡音梦,实在不堪,胡音梦事后得知, 紧淡然表示在同一个屋檐下,是没有真正的美人的。 后来李敖认识了小他30岁的第二任妻子王小屯,李敖回忆,当年他偶然看到王小屯等公车时在看他的书, 清理模样让他惊为天人,马上展开追求。 两人经过八年爱情长跑,终于步入结婚礼堂,1992年生下儿子李勘,两年后再生下女儿李晨, 而王小屯甘愿做李敖背后的女人,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秘书级助手,一向低调的他,很少公开露面, 作风相当神秘。 李敖生前多次夸赞莫文魏,曾语出惊人,欣赏他放浪行海李敖欣赏美女, 生前曾多次夸赞莫文魏性感,并精通多国语言,是他的梦中情人款。 两人多年来也维持君子之交,莫文魏父亲出书曾送李敖当作纪念。 十二年前,莫文魏受邀为李敖新节目站台,主动献上拥抱。 李敖也曾说莫文魏送过他裸照,更语出惊人说,我欣赏他的裸照,也欣赏放浪行海。 该反言论一度也引来网友的热议。 不过他的书房里确实曾有段时间一直挂着莫文魏的半裸海报,直到书房整修才摘下。 但其实那张是莫文魏测堂的写真照,他曾在受访时交称笑李敖大师形容太夸张。 四年前,莫文魏为台北小剧办演唱会举办记者会,李敖也破地站台,双方矫情异于言表。 不过对于李敖过世,索尼音乐表示还在联络莫文魏,暂时无法回应李敖一声多情。 和胡音梦短命婚轰动全台李敖一声多情,他谈过七段恋爱,有过二段婚姻。 第一任妻子室友台湾第一美人称好的胡音梦。 当年44岁的李敖对26岁的胡音梦一见钟情,为了追求胡音梦,李敖还告诉当时的现任女友刘慧云, 我爱你还是百分之百,但现在来了个千分之千的,所以你只能避一下。 并拿出120万当分手费,终于如愿报的美人归。 而这段才子佳人的婚姻羡煞众人,却只维持了短短115天。 在变告中,李敖在和胡音梦离婚时发表了一篇声明,表示会分开措权在他, 但有一说指胡音梦当年原是炙手可热的电影《红星》,婚后却遭受冷落, 幸运大不如前,偏偏李敖又不支持他,让胡音梦很没安全感。 后来李敖和好友肖梦能的财产侵占官司,更是压垮两人婚姻的最后一根。 稻草,因胡音梦出庭作证,导致李敖入狱半年,两人也彻底反目。 离婚后他曾在媒体前吵弄胡音梦,说有次无意见推开厕所门, 却撞见因为便密憋得满脸捅红的胡音梦,实在不堪,胡音梦事后得知, 紧淡然表示在同一个屋檐下,是没有真正的美人的。 后来李敖认识了小他30岁的第二任妻子王小屯,李敖回忆, 当年他偶然看到王小屯等公车时在看他的书, 清理模样让他惊为天人,马上展开追求。 两人经过八年爱情长跑,终于步入结婚礼堂, 1992年生下儿子李勘,两年后再生下女儿李晨, 而王小屯甘愿做李敖背后的女人,成为他不可或缺的秘书级助手, 一向低调的他,很少公开露面,作风相当神秘。 请教练声 说明什么吟习近期之外,